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 人民空军成立75周年特别节目 我是罗旭 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 是军事专家傅前尚老师 和军事评论员魏东旭老师 欢迎两位 1949年11月11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 75年来 人民空军从无到有 从弱到强 胸怀凌云壮志搏击万里长空 今天这期节目 我们就带您一同回顾 这两年人民空军 哪些高光时刻 首先我们要关注歼20 2024年9月 一段歼20双击配合 实弹发射打掉敌隐身战机的画面 引发了全网的热议 我们下面通过短片 回顾一下这精彩的瞬间 东邀明白 有告警 雷达干净 可能是同在警 动驾行好 天眼收到 动驾可以放上去 动驾明白 条件好 作为首支猎庄歼20的战斗部队 我们担负的任务就是 战法训法的引领和创新 把歼20的性能边界 返回到作战当中 打掉了 打掉了 三组都打掉了 好 刚才这段短片呢 我们回顾了 金20实弹发射 打掉同代的隐身战机的 一个训练画面 而且这个画面呢 非常火 所以我想请两位老师 先帮我们来分析和解读一下 刚才这段视频当中 您觉得有哪些点 是特别值得我们关注 隐身战机对隐身战机 确实是现在一个重要的课题 因为隐身战机 现在的装备数量是越来越多 装备的国家也越来越多 那么双方如果都是隐身 那么发现对手的时机 就非常关键 谁能抢先发现对手 就有可能先低攻击 但是要想先低攻击 要遇到一系列的问题 比如说 两架金20同时出动 那么他们怎么来发现对方 这里有多种选项 一个 金20后面有预警机 预警机的雷达探测距离 要比战斗机的探测能力更强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两架 金20有可能是不开机的 预警机打开雷达 他们不开机 互相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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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了目标以后 通过数据链 传输给另外一架 才保持静默的隐身 弹机 然后由它发射完 这样的做法 是更隐蔽 导弹发射出去以后 对手可能还不知道 就会被干掉了 魏老师您怎么看呢 这个视频画面 您怎么分析 它是一个红蓝对抗的 高度仿真的 这样的一个场景 我看到的是 在这种高强度对抗性 演练的过程当中 对于扮演对手的 这个战斗机 它在战斗力的设置方面 是高标准 那么是一种隐身的 空中作战平台 那么参演的 这个歼20 双机编队 可能机载雷达 是无法针对 这种空中的目标 进行有效的探测和识别 那么在演习的过程当中 我们听到了一个关键词 叫做天眼 天眼是什么 可能就是刚才傅老师 提到的 是一种先进的预警体系 或者是探测体系 既然隐身战斗机的 这个机载雷达 搜索不到对方的 隐身化的空中目标 那怎么办呢 就要开一个天眼 针对对方进行 这种其他平台的探测 和跟踪以及定位 然后再通过保密的数据链 包括一些通讯设备 把相关的这种目标的信息 传送给G20 这样的话 即使战斗机本身的 机载雷达 无法对它进行探测 识别和锁定 但是仍然可以从 其他的这个平台 获取信息 然后呢 在很远的距离上 发射空空导弹 针对对方实现先敌发现 先敌开火和先敌击落 所以呢 它不仅可以把G20的 作战能力 发挥到一个最大值 而且呢 在体系化作战的 这样的一个模式下 能够让G20的这个飞行员 更好的感知战场环境 所以呢 对于这个扮演假想敌的 这个对手 它是一个高标准 那么对于参演的 己方的兵力 它是严要求 好 所以刚才两位老师呢 帮我们分析了 这段视频当中的一些看点啊 那么除了人民空军 王牌装备G20呢 今年我们看到 运游20也是平上热搜 我们来看看相关的情况 2024年2月10日下午 参加完第二届沙特国际防务展的 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 七架歼10表演机 在运游20伴随保障下 一战直达国内西部某机场 这是人民空军首次在运游20的保障下 采取一战直飞的形式 往返国内外机场 2024年8月 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 连续进行夜间空中加油训练 有效提升部队的实战化训练水平 和全天候作战能力 夜幕下 殲16战机与运游20加油机 在地面指挥所的指令下会合 在高空之中 加油机伸出的输油软管与追套 受到风力与气流的持续影响 不断地发生颤动 面对空中气流颠簸的复杂条件 飞行员与辽机紧密配合 直到受油探头与加油追套精准对接 数分钟后 完成加油的飞行员 轻收油门杆 顺利脱离 奔赴下一任务空域 2024年9月 运游20歼20 夜间空中加油画面首次公开 空军某基地飞行员董俊 带队完成歼20夜间空中加油验证 试验数据为歼20全时全域作战 提供了重要支撑 好 刚才短片带我们回顾了一系列关于运游20的新闻 短片当中我们看到表演队穿过沙漠海洋雪山戈壁 空中时间航程作战半径可以大幅度提供 这个仅仅是一个方面 其实通过空中加油的方式 还可以缩短战机的起降滑发距离 增大战机的载弹量 同时一旦战机如果负伤 特别是油箱被打漏了 那么通过不断地给它补充燃料 还能保证战机安全地返回基地 因此它的功能作用是非常大的 那么在转场过程中实施空中加油 这个意义也很大 如果你没有空中加油机 你的表演机要过去 要经过好几个国家 而且要不断地降落加油 要进行相应的保障 最终才能抵达你要表演的区域 这个周期可能就会非常长 比如说你飞到另外一国家的机场 这样经过人家允许 那么那个国家还要对民心保障 比如说加油 但是加油设施是不一样的 那么有没有这样的设备 它如果没有 我们还有先期把相关的加油车弄过去 因此整个周期会非常长 如果你实施空中加油 那么一次过去了 一站抵达 这个可以大幅度地提升 这个保障效益 所以这次保障的效果特别好 应该说 我们知道空中加油 被比坐在空中 穿针引线难度非常高 那么如果在夜间空中加油 那岂不是难度更高了 运游20呢 还在今年连续地和 歼20 歼16等机型 完成了夜间空中加油训练 那么难点和意义又是什么呢 多谢老师 我认为呢 这种夜间的空中加油 就像一个人 他在风中闭着眼睛 穿针引线 因为夜间的这个能见度 并不是特别好 它可能呢 需要战斗机和飞行员 进行非常精细化的 这样的一个操作 因为大型的空中加油机 它在飞行的这个过程当中 那么这种软管式的加油设备 肯定会受到一些气流的扰动 那么它并不是说完全静止不动的 会出现一些摆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在暗夜的条件下 虽然说有一些辅助灯 进行这样的一个引导 那也需要战斗机的飞行员 进行精准的操作 这样的话呢 才能够利用最短的时间完成对接 在很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 完成空中燃油的补给 可以说呢 在空战的这个过程当中 时间就是生命 时间就是胜利 那么快速的完成 空中燃油补给之后 战斗机马上就可以冲到一线的区域 那么去针对对方 去进行这样的一个空中打击 用的时间越少 其实也是作战能力的体现 好 聊完人民空军的两款20系列装备呢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被称为炸弹卡车的歼16 我们先来看新闻短片 2024年5月23日至24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 在台湾岛周边 开展联合力舰2024A演习 23日 东部战区还发布了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军事节目中心制作的组合海报 《粤海杀器》 其中就有被军民们称作炸弹卡车的歼16 殲16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双座重型多用途战斗机 载弹量大 火力强悍 攻防兼备 战力满格 既可完成制空作战任务 也能实施对地对海打击 在演习中 东部战区空军出动炸弹卡车殲16和殲20等数十架次战机 乘体系进行 还台岛战巡 绕外岛巡航 多机型编组满挂实弹 非复预定空域建立多个打击阵位 协同驱护舰 导弹快艇 模拟打击 敌高价值军事目标和征询舰机 好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刚才短片当中出现的霸气海报 霸气海报上面写了四个字叫炸弹卡车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歼16哪些特点 福老师 两个特点 一个它的载弹量非常大 歼16有一些是一款重型的多用途战斗机 它不仅能够实施空战 也能够对地对海实施攻击 那么带着弹药总的进行夺来 可能有反舰导弹 反部射导弹 穿地炸弹等等 因此可以实现远距离甚至超远距离的攻击 那么各种各样不同的弹药配置在坚石肉上 可以说它什么样的任务基本上都能完成 和隐身战机相配合 能够充分发挥它多用途作战能力 另外它也有隐身战机不具备的优点 比如说大尺寸的弹药 隐身战机是没办法装在弹草里面 有受弹草尺寸的限制 那么坚石力就可以挂载 因此它成为了世界上挂载射程最远的空空导弹的战机之一 这恐怕是它的一个突出的优点 所以刚才傅老师说了 歼16是一款非常优秀的作战平台 它可以挂载多种弹药 那么除了炸弹卡车歼16之外 这两年无人机和有人战机同况训练的画面频频引发热议 我们先来看短片 2024年9月 解放军罕见公开 在空军程体系远海远洋训练中 吴真7前推搜索 轰6K收到坐标信息 发射反舰导弹 殿46 进口填出 吴真7前推搜索 凭借无人机的能力突进敌人的火力圈 从生存率、战损比、消费比上奖 我们干的是有人机干不了的事 目标信息已确认 数量2坐标已上船 收到坐标信息 光6K发射反舰导弹 2023年8月 一段攻击2查打一体无人机 与殲16战斗机同框训练的画面罕见公开 攻击2是我国自主研发的中高空长航时 查打一体无人机 画面显示 发现目标后 无人机迅速侦查 确定了目标具体位置 随后发射实弹 精准摧毁目标 好 短片当中我们看到展示了 人民空军多型无人机和有人机 协同配合作战的场景 像刚才我们看到无人机和轰6K的 一个配合画面 还有攻击2和殲16战机同框的场景 我们该如何解读呢 傅老师 那么无人机领域 我们目前也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这些年龄研发出了很多各种各样不同性能的无人机 比如说刚才画面里展示的 有攻击2以及无真7 当然我们还有无真8 无真10等等 一系列的无人机 那么这些无人机如何和战机 尤其是战斗机和轰大机型配合 这个还是比较有讲究的 攻击2的优点是探测能力非常强 尤其是对地面探测能力非常强 那么一旦发现目标以后 它可以把相关的信息传输给战斗机 对地面发动精确打击 那么轰大机和无人机的配合也很重要 那么刚才从那个短边我们就看出来 轰6K和无真7已经相关的配合 那么无真7相对数度比较大 它是一款喷气式的侦察无人机 飞得比较高 比较远 尤其是在海面 事实侦察任务的时候能在很远的距离里 发现敌方的线队 甚至航空母舰 引导空6K对敌方的水面 践行发动精确打击 或者是对地面上的目标 发动精确打击 好 魏老师您怎么看这个视频画面 在这个视频当中 我们就看到了这种制胜千里之外的战术 比如说我们的预警机不仅看到了对方的战斗机 而且也看到了监测到了对方所发射的导弹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马上通知 在前方作战的战机迅速的下降高度 针对对方所发射的空空导弹 进行最大程度的躲避 不仅要下降高度 可能也会采取一些机动性的规避动作 那么让对方的对空打击火力落空 让我们的对空打击火力 可以打得远 打得准 打得很 而且不仅有预警机 针对歼16进行驻战 提供这种信息的支持和保障 同样在体系化作战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还看到了吴真7 这种大型的先进的无人侦察机 因为这个预警机 可以针对对方战斗机整个飞行的 这样一个轨迹进行分析 那么就可以对于释放这些战机的 这个平台进行一个大概的定位 但是它在海上的位置 空中的预警机想要准确的了解 有一定难度 那这个时候吴真7 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内 针对对方出动和起飞这个舰载机 或者是战斗机的这样一个平台 进行精准定位 那下一步进行远程对舰火力打击的 就是我们的战神轰6K 好 除了战斗机和无人机之外 在我国空军中备序列当中 还有足网作战雷霆出击 有力支撑空天保护伞的地空导弹系统 它们发射时的鸣笛可费是相当震撼 我们下面通过短片感受一下 箭响曰 鸣笛 善之射者不贵其重 贵其所以必重也 在人民空军发布的宣传片《飞鸣笛》中 我国空军地空导弹兵积极探索 克敌制胜战法 实弹演习 发发命中 各种地空导弹武器系统 共同构建起坚固的空天防御网 不仅展示了我军防空反导系统的 新一代实力 更是人民空军守护领空的可靠保障 动员网连事 发射 明白 发射 好 刚才的短片展现了人民空军 模范地空导弹 营用各种先进的地空导弹系统 组网作战 发发命中的震撼画面 那么我国的防空导弹系统 是如何分工 打出远中近防御组合权的呢 魏老师 可以说现在的红旗系列的家族 实在不断的壮大 那么像红旗9 主要是中远程的防空导弹 可以在很远的距离上 针对对方的战斗机 进行防空火力的打击 也可以针对一些来袭的 这种战术导弹 进行最大程度的拦截 一方面呢 它可以针对空军基地和军用机场 进行保护 那这样的话呢 人民空军的战鹰 就会拥有这个比较先进的 防空以及反导的保护伞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些中进程的一个防空导弹 那么它可以和远程的防空作战系统 形成多层次的这样的一个拦截体系 针对巡航导弹也好 针对一些这个无人机也好 它的这个打击的精准程度 是比较高的 当然了 我们还有一些动态部署 机动部署的这种中进程的 防空作战平台 那么它也可以伴随地面的作战体系 甚至是其他的一些机动部队 为它提供伴随性的防空火力掩护 可以说呢 现在我们的这个天盾 或者说我们整体的这个防空火力网 不仅形成了多层次体系化的 这样的一个模式 那么也构成了这种 信息化的这种联网作战能力 那么针对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空域 不同的防空火力进行搭配和组合 那么在作战的这个过程当中 能够把装备的这个性能 进行一个最大程度的发挥 兼20列阵长空运游20大鹏展翅 无人机巡异久消 特种作战机亮翅海天 新型地空导弹直指苍穹 人民空军因战而生向战而行 武动乾坤巡猎九天 感谢大家收看 也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